发现女友是老女后 我选择了分手 谁知她却先发制人 污蔑我是强奸犯 行事索逼才和我交往 她在我楼下直播卖惨 引导舆论网报我 这种渣男就应该进行化学阉割 省得出来祸害别人 家人们 我们替天行道 法律制裁不了这个强奸犯 我们来制裁 诅咒渣男全家出门撞死 事情愈演愈烈 寻情激愤的网友们冲进来 砸了我工作室的一堆文物 我站在一边默默哀悼 一群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愤亲们 你们能不能制裁我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法律一定能制裁你们 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想逃 刷小视频 无意看到一个直播 醒目的标题十分狗血 被强奸后 该何去何从 视频中一个身材娇好的女人 戴着口罩和帽子 用变音器诉说着自己 被强奸的遭遇 她就是人面兽心的人渣 第一次见面 就将我灌罪 带到小旅馆 我还处在生理期 她都不放过 事后怕我怀孕 抢逼着我吞下 好几盒的事后避孕药 她在视频中 字字血泪 控诉着欺负她的人渣 听得我火气直冲天灵盖 恨不得亲自上手 教训教训那个渣男 我以为她是真心喜欢我 谁知她得到我后 反而若即若离 只有想要 才会找我 我和她的每一次 见面地点都是在床上 她完全没把我当个人 我本想曝光她的行径 但她手中握着我的私密照 我不敢跟她在一起的一年 我已经打了三次胎 直播间热度飙升 短短半个小时 就涌近五万多人 所有人都在咒骂着 渣男死全家 冷静下来后 看着主播藏头鹿尾的样子 估计又是瞎编 转眼球的事情 面对弹幕上的质疑 主播数次哽咽 家人们 我不是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只是怕她的打击报复 只要你们点点上面的关注 和右侧的小红星 多多关注我 支持我 我才能有足够的底气 去和恶势力抗衡 家人们 只要观看人数 达到三十万 我就摘下口罩和帽子 直播间人数瞬间猛增 不到四十分钟 就达到了三十万 自从被前女友柳如烟 伤害过后 我就特别讨厌 辜负真心的渣男贱女 于是 我也贡献了一个点赞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主播缓缓摘下帽子 掀开口罩 一张清水出芙蓉的脸露出来 哇 小姐姐这么漂亮 难怪被那个渣男看上 小姐姐好勇敢 实名点赞支持 小姐姐曝光那个渣男 我们一起惩治他 让他全家社会性死亡 直播间热火朝天 我的心却荡到了极点 不为别的 因为我刚才还点赞的那个主播 不是别人 就是我那老女前女友柳如烟 难道这是中日熬阴 被阴着了眼 天道好循环 当日发现我只是他鱼塘中的一条鱼 气得我火冒三丈 直言要分手 谁知柳如烟来了个 一哭二闹三上吊 非要说我耽误了他的青春 必须让我出五百万分手费 我是什么大冤种吗 直接将他拉黑 如今这也算他的报应 只是根据他说的时间 好像是和我同期时的事 真特么的晦气 直播间情绪高涨 吃瓜群众一个劲鼓动他 曝光渣男 我也好奇是哪方大神 能镇住这个捞女 就继续留下来观看 小姐姐 不要怕 大胆曝光 我们网络粉丝会做你坚强的后盾 法律管不了的 我们帮你实现 千万不要心软 我们是要消灭渣男 还女性尊严之光 柳如烟瞟了眼直播间暴涨的数据 欲语还修 家人们 她的脾气很大 我不敢 不过如果支持我的人超过一百万 我就能有足够的底气 去和她抗衡直播间的脑残满 开始奋力点赞转发 这个期间 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傅臣 你要现在给我五百万 一切都好说 否则 我会让你身败名裂看到五百万 我瞬间想到柳如烟 想不到她一边直播卖惨 一边还不忘从我这捞钱 真是业务娴熟 直播观看人数逼近一百万 我又收到同个号码的信息 傅臣 你别后悔 屏幕中 柳如烟苍白着脸 红着眼眶 家人们 你们一定要替我做主发声 那个渣男 那个渣男幸福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评论区一条评论 突然被柳如烟点赞 并设置了置顶 我去 不会是傅臣那小子吧 大脑翁的一声 傅臣不是别人 正是鄙人 可我什么时候 从受害者成了 强迫他人的强奸犯了 我眼前一黑 连忙拿出手机 将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电话打过去后 响了几声 就被无情地挂断 我接着再打 直播间中 持续响起他的手机铃声 他拿起手机看了眼 突然面色大变 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家人们 他找来了 我好害怕 我先下播了 他突然掐掉了直播 但是这场网报 才刚刚开始 被吊足了胃口的人们 开始四下传播打听 每个视频下面 评论都成千上万条 这是什么大神 能如此嚣张 建议查查身后的保护伞 一定要将这社会的败类 绳之以法 姐妹 你还在吗 在的话放出证据 我们帮你审判他 而这边 柳如烟终于接通了我的电话 傅臣 你看到直播了吧 我气得蹊跷生烟 柳如烟 我命令你删掉视频 并直播澄清事实真相 电话那头 他冷笑一声 满不在乎道 只是发个视频玩玩 你紧张什么 你不是拉黑我很拽吗 有本事你别联系我啊 澄清 大哥 你搞笑呢 没看到我的粉丝 已经好几十万了 我为什么要闪 你不给我分手费 我只能自食其力 想方设法转了 我真想跳过去 撕了他的嘴 从没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我是在朋友的聚会上 认识的他 他留着黑长直的长发 穿着白色连衣裙 跟他说句话 他的脸就羞得通红 我从没见过 如此清纯的女生 一下陷入了爱河 从追他开始 我在他身上 投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确定关系后 更是将他放进 手心当宝贝宠着 但就这样 不妨碍我出差的时候 他直接叫了 鱼塘中的一条鱼 来我家中鬼混 我按兵不动 后面一步步 才发现 他竟然还有一个微信小号 小号的朋友圈中 我的豪宅 我给他买的名牌包包 首饰都成了他 标榜自己 附加名媛的筹码 柳如烟 如果你继续直播造谣 我就报警处理 我好怕怕哦 有种你报啊 我就不信 现在言论自由的社会 我说两句话 还犯法不成 晚上 他竟然又开了直播 直播中痛斥我骚扰他 威胁他 说如果再曝光 我就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 他红着眼 倔强地看着镜头 这次为了保护更多无辜的姐妹 免受伤害 我一定要跟渣男硬刚到底 这次他更过分 编造了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 污蔑我 他最喜欢涉事卫生的小妹妹 经常会去学校烈焰 他还经常去酒吧约批 和我交往期间 甚至还带人回来过夜 要求我站在旁边观看 他甚至还批了很多 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记录中 我对他极尽侮辱和PUA 是你这个贱货不知廉耻勾引了我 所以你要听话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就是一条母狗 我叫你往东 你不能往西知道吗 以后要叫我主人 要跪着给我敬茶端饭 如果学不会 我就将你扔进游泳池 他生泪梯下 一条一条抱拱着我的渣男行径 他今天威胁我 如果不妥协删除视频 就会弄死我 家人们 为了誓死捍卫女性同胞的尊严 我这次豁出去了 虽然我已被他玷污 但我要曝光他 保护更多不明真相 被他欺骗的姐妹们 最后他竟然无耻地 将我的身份证照片曝光了出来 虽然只是短短几秒 但已被很多自媒体博主截评转载 姐妹 别退缩 我们永远支持你 怕什么 我们与你同在 约一天我们一起去教训教训渣男 因着这条评论 无数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那边直播刚停 我这边就收到了数十条辱骂的信息 渣男死全家 生孩子没屁眼 你难道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这么不懂尊重女性死渣男 你等着 老子会给你好看 我猛然意识到 这个事情可能会持续恶化 连忙打电话联系了律师 因为柳如烟之道 我的住宅地址 律师建议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我最好换个地方居住 我是做设计的 除了明面上的公司 还有一个小的不起眼的工作室 专门负责古物的修复 最主要的是 那里有360度全方位的监控系统 经过一番思量 我决定搬到工作室避避风头 第二天一大早 工作室的门被人敲得砰砰响 我以为是来取货的人 静止开了门 一打开门 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推开 我踉枪几步方才站稳 一群人举着长枪短炮 鱼冠而入 死渣男 以为躲到这里 我们就找不着了 渣男是不是心虚啊 狡兔三枯 幸亏我们宝宝们火眼金睛 帮忙挖出这个社会的败类 刚刚站稳身体 摄像机 手机的镜头 都对到我的脸上 耳边吵吵嚷嚷 身边的人无一不手指着我 唾沫星子飞了我一脸 我默默抹了一把脸 抬头看柳如烟 正躲在这群人后面 嘴角朝我无声地勾了勾 私闯民宅是犯法的 柳如烟 赶紧带着你这群人离开 否则我就报警了 柳如烟色缩了一下脖子 眼中隐满泪意 低着头轻轻拽了拽 人群中最激动的一个男人 王大哥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别因为我的事连累你们 你看 他态度这么恶劣 脾气十分暴躁 要是一会伤着人就不好了 算了 我自己忍下这个哑巴亏就是了 他阴阴阴哭起来 带头的那个王大哥 瞬间不乐意了 看着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竟然是个人渣 人家好好一个黄花闺女 被你霍霍成这样 你还有理了 家人们 我们今天就来一起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社会的败类 我越过人群 看向躲在后面的柳如烟 相识一场 别闹得太难看 你如果执意造谣 煽动大家来骚扰我 那我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王大哥转头安慰了一下柳如烟 既然你叫我一声大哥 你的事我就管到底了 别怕这个小白脸威胁 其他人纷纷附和 一个个视死如归一般往前一步 将我围在中间 还法律程序 就算要惩罚 也先惩罚你这个 被下半身二两肉支配的杂种 瞧这男不男女不女的样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不是 因为行业涉及一些 艺术类的东西 我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点 就被批不男不女 难道我连自己的头发都做不了主吗 周围商铺的人也纷纷来凑热闹 我就说他这家在做不正当生意 否则市场环境这么差 哪来那么多客人进进出出 你看他全身名牌 该不会是男女通吃 也卖屁股吧 事风日下 这样的人在古代是要被剥皮抽筋 凌迟处死的 食乱中气的渣男 不怕天打雷劈 场面越来越失控 包围圈越来越小 那个王大哥率先出声 人家好好的黄花大闺女被你玩了 你总得给点补偿 不多 一千万我似笑非笑看着柳如烟 胃口真大 也不怕被噎死 见我无动于衷 没有谈判的意思 王大哥恼羞成怒 小子 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既然你不愿意给补偿 那我们就砸到这里 替柳小姐出出这口恶气 说完不知从哪拎出一桶黑狗血 朝着我挂在店里的衣物 饰品还有袖线上泼去 家人们 点点赞 你动动小手点个小赞 我就替你在这里 砸一样务实 云砸家 要不要 老铁们 快来支持我们可怜的柳小姐 我冷眼看着费尽千辛万苦 巡逻来的古董丝线 补好的旧物衣衫和饰品 这些东西都是古董 有的甚至是国宝 你们别冲动 我劝你们冷静 否则后果是你们承担不起的 王大哥横眉利眼 就这些破烂还古董 你以为我们下大的 老铁们 你们说砸不砸 砸得扣衣 直播间满屏幕的衣 还有很多的礼物刷出来 在线人数达到了将近两百万 王大哥贼眉鼠眼 拿着锤子到处看了一圈 看准了我书架上的成牌玩偶 他眼中闪过一抹得意和窃喜 举起锤子就要砸 哥们 那些玩偶很贵的 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 我不说还好 一说他赌气一般 扔圆了锤子下去 一架子全球限量版玩偶手办 被毁了大半 一个非主流小伙 指着地上的手办 拽了拽王大哥的胳膊 这个手办 好似24K纯金版哥斯拉 网上报价一千万起 还买不到王大哥一听 手一顿 锤子掉落在地上 他没想到 只是一个小小的玩偶 竟然值这么多钱 他才不会这么有钱 出去开房的钱都是我出的 他会花那么多钱 去买这个不能当饭吃的破玩意 柳如烟探出头来 装得楚楚可怜 非主流小伙 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或许我眼中看错了 王大哥瞬间又恢复了精神 拎起地上的铁锤 虎虎生风 柳如烟朝我得意地挑了下眉头 仿佛在说 你不是不愿给我补偿吗 我就给你更大的损失 我心中暗暗冷笑 抬头看了眼屋顶隐藏的摄像头 看着一屋子的珍贵物件被毁 作为修复文物的专业人士 说不心疼是假的 毕竟那些文物 我曾花费了很多日日夜夜 才恢复了他们昔日的容貌 如今所有心血一朝被毁 心中在滴血 我摸出裤兜的手机 准备报警 刚拨出去 就被王大哥一手打掉 铁锤一下砸在手机上 瞬间变成了一坨废零件 想报警 没门 今天是我们惩治渣男 还女性公道的大日子 谁也没有权利来阻断 直播间观众也开始发疯 就应该这样制止渣男 让他知道糟蹋女孩的代价 我刷一个火箭 你把墙上的挂钟给我砸了 我看着疯狂的人们 再次好言提醒 拜托 你们砸的时候过过脑子 很多东西你们倾家荡产 也赔不起的 涉及文物的 你们还要坐牢 你这个强奸犯都不坐牢 凭什么我们这群正义之士 要受惩罚 他们不以为然 持续自己的打砸行为 我刷一个嘉年华 哪个家人替我把渣男的头发剪下来 看着那么长就难受 一群主播如狼似虎扑上来 将我按在地上 揪起我的头发 头皮火辣辣的疼 他们从针线楼里拿出剪刀 罩着我的头发 就是一顿瞎剪 我气得嗷嗷叫 我要告你们 让你们将牢底坐穿 正在这时 一个主播兴奋地叫起来 家人们 这里还有一个暗门 我顾不上头皮的疼痛 连滚带爬站起来 挡在暗室门口 这个暗室是我的卧室 也是最珍贵文物的保存地 里面设置了 很好的安保系统 我说和我在一起时 怎么总是神出鬼没 原来是装了暗室 王大哥 不知道那里面 有没有犯罪的证据 他不会每次都在这里 性侵他人吧 众人见我慌张的阻拦 以为里面真的是犯罪现场 而我只是欲盖弥彰 老铁们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 直接案发第一现场 点赞刷起来 他们一个个十分兴奋 恨不得立刻进去看看 一群人分工明确 两个人拦住了我 其他人冲进了暗室 我也不再徒劳挣扎 我就看着他们封魔 等清醒后 他们就知道 得承担什么后果 暗室灯被打开 里面除了一张床 就剩一个挂在挂架上的 刺绣肚兜 柳如言捂着脸 支支吾吾 他 他在床上就喜欢让我穿肚兜 他们如同发现了 什么了不得的真相 家人们 这就是证据 这个渣男竟然这么变态 喜欢逼着受害女孩穿肚兜 我站在旁边做着最后的劝说 你们最好别碰 否则就等着牢底坐穿吧 不说还好 一说王大哥一手揪下来那件杜兜 随意扔在地上踩了又踩 肮脏的作案工具 毁了他 杜兜是清代真妃的物件 因为刺绣缺少了一块 特地拿来修补复原 看着珍贵的文物被毁 我的脸惊不住沉了沉 渣男破防了 家人们 诚挚人渣就应该这样 明天我们再去他家里砸 他什么时候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什么时候收手 我们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助推者和亲历者 就在他们洋洋得意 准备明经收兵时 工作室门口突然来了一群警察 我们收到这里的警报 发生了什么事 按着我的人被这一变故整猛 下意识松开对我的稚固 我走上前 指着地上已看不出模样的杜兜 这是清朝真非杜兜 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我已经提示过 但他们还是故意损毁 所以触发警报 因为文物珍贵 相关单位也不放心 故在我放置珍贵文物的地方 安装了隐藏警报 平时我会刷卡提前解除警报 而今天他们蛮力撕扯下来 触发了报警系统 我又指了指外面大厅中的一片狼藉 这些 那些都属于不同等级的国家文物 军围他们故意损毁 王大哥愣了愣 下意识后退半步 看向柳如烟 什么文物 这不是他作案的工具吗 警察同志 你可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 我们就是替天行道 他那些就是破烂 就他这不男不女的玩意 还想装古董太监 你以为你们是梁山好汉呢 还替天行道 现在是法治社会 如果他有罪 自然由我们来处理 当然 如果你们蓄意据重闹事 你们也跑不了 警察拨开他们 民众的看着满地被破坏的文物 开始拍照取证 不一会 文物管理机构的几个老专家 陆陆续续跑进来 看见破碎的文物 一个个痛心疾首 胡闹 真胡闹 这是我们老祖宗传来的宝贝 你们竟然就这么打砸了 他们掏出证件及文物的鉴定文件 展示给质疑耍赖的众人 众人被定在当场 久久回不过神 柳如烟悄悄悄往人群后面藏了藏 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 有几个跟着砸东西的周围商家 偷偷溜了出去 跑也没用 有监控录像在 参与打砸的人 一个也跑不了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 那些直播还在继续 王大哥强撑着笑给自己鼓劲和暗暗示 老铁们 哥们今天也算是为民请命一次 等哥们出来 我们一起狂欢庆祝属于正义者的胜利 他的镜头不知何时对着了我的脸 直播间弹幕中 人渣 败类 化学烟割 死全家等各种词不断刷屏 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作死到家 到达警察局的时候 我的代理律师也刚好的 他秉着严谨的工作态度 给那些傻缺法盲们普及法律知识 公然侮辱他人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结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损毁国家文物 情结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他掏出一张密密麻麻的表格清单 对着众人展示一圈 关于你们损坏的财物 除了文物 其余个人私有财产 达到两个亿 至于是谁砸的 我这份监控中能看得一清二楚 文言 众人脸色巨变 尤其是那个人高马大的王大哥 更是一下瘫软在地 怎么可能 柳小姐明明说他家没多少钱 连开房都是柳小姐之父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对 他的钱有问题 警察同志 你们可得好好查查他家 是不是存在非法勾当 柳如烟终于忍不住了 出来指着我胡搅蛮缠 混淆试听 我的代理律师冷哼一声 不懈地望着他们 我的当事人可是富士集团太子爷 有钱不是很正常的吗 柳如烟的眼瞪得滚圆 不敢置信看着我 是全球第一大集团的那个富士吗 见我们点头默认 他一下捏了下去 律师用笔点了点手中的资料 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 你们仔细核对一下 看看财务损毁人对应的对不对 柳如烟一直似有若无 不识瞟向我 我上卫生间的时候 他追了出来 拦在我身前 傅臣 我也不想跟你闹得太难看 要不这样 咱俩和解 你去撤诉 不要再追究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我出面给你澄清一下 要不然这件事闹大的话 吃亏的可是你 毕竟已经灌上了强奸犯的名头 如果再加一个为父不仁 欺负平民的罪状 估计网民能让你全家射死 有句话怎么说的 得饶人处且饶人 别把人逼得太过 看着面前这张清纯的脸 当初无论如何 没想到他的心如此黑 这些话如数奉还给你 当初你刚开始直播 我就劝过你删掉视频 是你一直在咄咄逼人 如今想和解 晚了 回到大厅时 律师正在让那群人签字确认 他们吵吵嚷嚷百般抵赖 既然富家那么有钱 就不要跟我们这些 声斗小名计较了 你们夫人一个玩偶 都堪比我们普通百姓 好几家人奋斗一辈子了 你这么逼迫我们 是向我们全家撞死 在你面前吗 我冷冷地看着眼前这群 自诩维持正义的愤青们 冷哼一声 当初砸我家的时候 我可是再三提醒过你们了 是你们不听非要动手 如今想要混淆 再次挑起舆论战 你们是不是以为 自己无所不能 告诉你们 今天要是不签字 一个都别想走出警察局 那个带头的王大哥 砸的东西最多 何几月一个多亿 见我软硬不吃 油盐不尽 王大哥慌了 转身揪出 躲在后面的柳如烟 柳小姐 你得帮哥说句话 哥都是为了你讨公道 才会背上这些巨额债务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其他人纷纷附和 如同当初赌我一般 将柳如烟围在中间 柳如烟急了眼 也不再装柔弱 关我什么事啊 是你们说要惩罚人渣 是你们要打上门 我只是带了个路而已 到了地点 我还劝过你 让你们别闹了走吧 别因为我的事连累你们 是你们非要为我讨公道 我也没求你们 没逼你们去砸吧 柳如烟颠倒黑白的嘴 如同一个回旋镖 精准无误插进了 这群所谓网络正义者们的心 小姑娘 年纪轻轻这么多心眼 不厚道 王大哥急了眼 上前一步怒瞪着他 柳如烟连忙 缩到了警察身后 警察同志 他要打我 他对我企图不良 我要告他骚扰 精彩的逆转 在眼前上演 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最后警察看完视频 按照视频 一个个上前签字确认 警察同志 我一件东西都没砸 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众人傻了眼 直到此时 他们才真正知道 上了柳如烟的当 但悔之完矣 王大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副总 是我们有眼无珠 上了那个小婊子的当 您大人有大量 饶过我们这一回吧 不可能 怪只怪你自己 谁让你不变黑白 为了流量博眼球 无下限 这些都是你应当的 当天晚上 柳如烟竟然还敢开直播 标题是 我不要求正义了 请放过我的家人们 他又扮演上了小白花 说替他讨功道的人 都遭受到了我的打击报复 他通红着眼 一脸疲惫和憔悴 这段时间 我的压力太大了 精神状态很差 每次想起自己遭遇的一切 就从梦中哭醒 可是我能怎么办 我只是一个弱小的受害者 在网上曝光后 每次出门 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怕了 真的怕了 家人们 原谅我的不勇敢 求求你们别再为我发声了 他声泪俱下 委屈至极 将我塑造成最大恶极 只手遮天的黑实力 而我这次 早已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首先在他直播间评论中 发了一个链接 里面是他和别的男人 在我家鬼混的视频 紧接着发了 我和他谈恋爱的时间轴 以及期间 我为他购买奢侈品 转的零花钱 以及他小号朋友圈的截图 等各类证据材料 最后 我又发了 那天他们在警察局 狗咬狗的现场 我本不想因为自己的私事 占用公共资源 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 挑战我的底线 他想收获流量成网红 我就要让他被流量反噬 无法翻身 随着我的反击 网络上的舆论开始逆转 我去 装的清纯小白花 原来是个养鱼的捞女啊 这是贼喊捉贼 难怪每次直播 都没有实锤证据 翻来覆去那几句话 这个捞女不知道破坏了多少人的家庭 人家富士集团太子也想要什么样的 没有 会要去强迫她 律师提起对她的诉讼后 我就安心地等着开庭 谁知有一天早高峰 却接到集团总部打来的电话 副总 你赶紧来一下 楼下有人闹事 等我赶到时 看到一对母子正跪在集团楼下的大门处 堵住了入口 早高峰上班的人们进不去 纷纷堵在了门口 见着我 那两个母子连连磕头 不一会额头上就渗出血来 求你了 我们孤儿寡母活不下去啊 你饶了我家那位吧 她只是鼓道热肠 想要帮助别人而已 你这么有钱 还要跟我们要一个多亿 我们就是祖祖辈辈 十辈子都挣不来那么多钱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老小啊 呵 这是来道德绑架来了 我走上前 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母子 没有丝毫的怜悯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们一家现在这样 不是我导致的 你们找错人了 至于你们说到我有钱 你们没钱 那你们就应该跑来打砸我家不赔吗 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那是不是我去抄了你们家 你们也会这么大度原谅 你敢 我叫我爸收拾 孩子年纪小不懂遮掩心事 磕了几个头本就憋着一肚子气 如今毫不顾忌凶态毕露 小小年纪就如此蛮横 估计家庭教育实在不咋地 我翻出手机 展示给他一段视频 太太 你找错人了 真正拆散你们家的是这位女士 你可睁大眼看清楚了 这是律师调查取证时收集到的材料 柳如烟想要逼我就范 掀起更大的舆论 他私下联系了自己的榜一大哥 也就是这位王大哥 王大哥没见面时就给他刷了三十万 好似是将家里的房子抵押拿出的款 而他们见面后 柳如烟为了让王大哥心甘情愿 死心塌地为他所用 竟然引诱这位王大哥和他在车里发生了关系 好巧不巧 那辆车是我买给柳如烟的 律师取车的时候 看了里面的行车记录仪 竟然拍下了他俩苟且的画面 那对母子看了视频 咬牙切齿 好啊 柳如烟你这个小贱人 竟然敢勾引我老公 还装可怜 怂恿我们出头 我今天非扒了你的屁不可 他站起身 拽着身边的小孩 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没几天 网络上又掀起轩人大波 这次的主角不再是我 而是那个曾经试图掌控玩弄流量的柳如烟 原来是那个王大哥的妻子趁着柳如烟掉凯子的时候 进门桌间还直播拍下了两人赤身裸体的视频 柳如烟这个老女的真实面目终于公布在众人面前 而此前受他所害家庭破裂的几个当事人也纷纷发声 说柳如烟如何没有下险 设置仙人跳 恶意勒索分手费 因为王大哥的妻子破坏了柳如烟的网络形象 让他如同过街老鼠 断了网红的路 柳如烟一怒之下又去找王大哥妻子算账 两个人推荡期间 双双滚落台阶 柳如烟好巧不巧折断了脊柱 下半身瘫痪再也站不起来 我起诉的诽谤案开庭当天 柳如烟坐着轮椅出现在现场 他看到我 扯着我的袖子不撒手 傅臣 求你了 放过我吧 事到如今他仍然不老实 想要在镜头面前示弱来博得同情 可是那又怎样 这个世界又不是眼泪说了算 我撑不下了 求求你放过我吧 就当是我错了行吧 他从靓丽的女人变成再也站不起来的残废 不可谓不残酷 可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 怪不得他人 柳如烟 错了就是错了 不是当做错了就能掩盖过去 你侮辱诽谤我的时候 我的家人们连门都不敢出 公司股票更是一跌再跌 股东们纷纷上门问罪 被他造谣的那段日子 虽然我尽可能表现得风轻云淡 但我知道自己内心是怎样的煎熬 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当初扯别跟我分手 不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我真是一次次被他的厚颜无耻震惊 不分手 难道要让你在我头上种一片森林不成 他毫无愧疚之色 就算分手 你给我五百万 不就啥是没有了 你那么有钱 五百万与你就是个零花钱 谁让你那么抠搜 这些都是你最有应得 我要被他的神逻辑弃笑了 静止拽出自己的袖子 那现在这样也是你最有应得 身后传来他歇斯底里的喊叫 傅臣 你就是想逼死我是不是 你想我去坐牢 你这个王八蛋 或许在他的认知里 自己永远没有错 错的都是别人 一个自媒体拦住了我 他都跟你道歉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看了看他 或许又是替柳如烟出头的已尾鱼 我不想怎样 我只是要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真相 不是歪曲事实 弄虚作假 不是博取眼球 造谣侮辱 庭审结束 当堂宣判 柳如烟 因侮辱罪 诽谤罪 教缩罪 恕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 走出法院大厅 外面是蓝色的天 白色的云 是自由的空气 是不会迟到的真相和正义 全文完 killers 孔子